韩国被称为整容大国 整容在国内腹集范围超广 不管男女老少 普通人还是明星 只要长得不好看都想以整容来提高颜值 近日 有网友自称是SM公司前职员 并爆料了不少关于暗斗整容的内幕 爆料者称在韩国 明星里大部分都整容 练习生要以歌手身份出道的话 如果唱歌跳舞都很有实力 就是外貌不理想的话 公司一开始就会给他整容 但整容投资费用高啊 因为无法确信他能不能成功 会只给他做一部分 不能投资太大费用 比如说只给他做眼睛 随着他的成长叙事 也就是看他出大后火不火 在决定给不给他做 剩下需要整容的地方 另外爆料者还称 如果一个明星的鼻子变了 那说明他去年感的好 SM公司的艺人会有专门去的医院 每一个经纪公司都会有指定的医院 原来表现艺人只有表现好的才给整 整容是一种奖励 我们下降 把我开启会